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妄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悲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就谈谈台湾地区出现了一件大事件 最吊诡的地方本来以为动手的人是窮空极恶 原来最初有人说有利器 但不是利器 亦令到恐慌是比事件更加可怕 是的,有这么多人倒数 倒数的时候有这么多人 我个人都走 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不是说错 我们可能都会这样做 应该我们这样做的机会有多高下 这个高雄,即是陈旗买的地方 这个是人士 他就说,现在好像出事 是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有人突然之间高呼 有人又到啊,走啊 说真的,这些时候 正常人都会逗一逗 甚至是逗走 这个也很正常 但是你知道,这么多人一逗走 可能是灯塔的 可能是灯塔的 因为高雄的跨年晚会 进行一半 当时也有这个表演 这个很肯定就是表演 因为跨年是看表演 突然之间一阵的躁动 又到啊,走啊 其实民众当然是害怕的 因为我们是普通人 马上逃走 这个很正常 我们不是谴责他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可能出大事 其实当时很多民众很惊吓 是很惊吓的 说真的,突然之间这样说 原来他们也没办法 很冷静地去求证 当然是先走了 不想再看看 是吧,没可能 没有人是这样的 这个也不是人性 原来有人冲过管制区 民众互相推撞 推来推去 也会很危险的 现场有七分多钟的人 真的不碰当 大家真的有人受伤 现场有35人需要包扎的 原来高雄市政府紧急回应 就说有民众看到 好像有人疑似攜带利器 就当然了 说真的,这个人是否故意 制造混乱 我认为他也很深 因为你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远端处可能看到 就可能是 结果原来这是一枝原子笔 但是他看不到 很光明 但是我觉得 这个也没办法 人之常情 其他人听闻之后 当然很害怕 大家就觉得 这么糟糕 走啊 经过了解 确实是没有危险状况 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士 导致民众受伤 现场恢复平静 警方持续了解釐 高雄市政府说 现场民众都是 推推当中受伤 所以恐慌比这件事更加 吓人听闻 救护站也积极处理 原来事法是什么 他真的有人想动手 原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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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节动手 当然是不好 很少事 原来事法 就是一名年轻人 和阿伯 發生争执 只有阿伯 被目击到 拿出了长条形的物件 所以也不能怪他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 一到就说 可能是刀 可能是刀仔 大家很恐慌 事由警方 已经向目击者 查证事发的经过 证实阿伯 不是刀仔 是原子笔 但由于阿伯 这位 争执的年轻人还未找到 我想问 他拿过原子笔出来 也是想作出攻击 是 没错 所以现在要查 也是害怕的 不应该做 也是害怕的 是的 就算不是利器 其实也可能 说真的原子笔 也可能会想到人 真心说 是吗 没错 一样会 现在警方正在追查 这两个人 希望理清事件真相 如果真的要动手 其实两个人 我相信也有罪责 我相信就是这样 当然台湾地区 也算是逃劫 但是有个地方 更加令人害怕 台湾地区 有刺刀 疑刺刀 但是 原来这个国家曾经 也试过 不是台湾 台湾不是国家 也试过 被人发生大事件 就是德国 原来日前 不是跨连 而是圣诞 跨过的平安夜 入圣诞 那个夜晚 原来 德国也爆出 原来有人 可能会动手 现在他们说 在撑巴人时 当然一些媒体 乱差这么说 很坏 一来就先说 对 证据 没证据 原来德国警方 后来就说 平安夜没事 但是跨连夜 原来他们拘捕了三个人 他们现在就不敢 担不担巴 但是也有媒体说 他们是某宗教人士 我们知道 德国有一个很伟大的教堂 就是科隆大教堂 值得一去 人生值得一去 原来他们拘捕了三名计划 在跨连夜 对科隆大教堂 是打算做大事的 这些真是做大事 一些恐怖的事 的嫌疑人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 在德国来说是大城市 他们的警察局局长就说 原来他们拘捕了三名计划 拿汽车 你知道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 在欧盟国家 他们现在要搞定人的方法 其实就比较简单 记得瑞典也试过有汽车 还有比利时也试过 他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很多人 原来打算拿汽车 就在科隆大教堂附近做坏事 不清楚他们具体是什么时候行动 但应该是三十一日晚上 但警方已经连夜 带人去搜查 而且带警犬去问一问 看看是什么事 之后警方就说 原来是懷疑极端组织 什么难过的德国分布人士 所以我们说过 尾巴冲突的外日效益很大 其实也令到一些极端人 他有一个借口 当然这些是不对的 我们再说一次 但是你是给了借口 现在他的借口 原来你也不说人道 我不用跟你说 当然再说一次 这些是不对的 不过你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狗撑某一边 你不公道 而且他人口很大 很大 他人口在法国和德国 等着我们说法国 原来他们打算是圣诞 平安夜和元旦都打算动手 当地警方之后 就加强措施 这是肯定的 并且抓了一名三十岁的男子 之后又在三十一日 又拉多三名园人 总共四个人 他们想着在靠近科隆的杜伊斯堡 和黑尔纳纳尔 玉尼希三座城市 都是想动手 警方没有说明他们的身份和背景 他们说联邦警察现在在调查他们 后面的网络 就是他们预计是什么难觉的人 这个也不奇怪 聖诞到新年期间 其实德国警方也加强了科隆大教堂周边的安全措施 这座哥德式的教堂 我们读书经常说这座教堂的要考试 就是他们特别的建筑哥德式 历史悠久在德国地标建筑之下 还是新天外堡 应该就是 其实在德国首都柏林 也有几千名警察出来执行 因为都担心有什么大事件 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时势相当特殊 除了德国之外 全欧盟最多穆斯林的国家 法国 他很厉害 他有九万名警察 所以其实有人说 为什么香港派这么多人维持治安 那些什么 有什么事 现在大时大折 是的 还有选举 其实我觉得 选举的话 因为之前你知道 香港19年之后 发生过很多事件 你说 其实我也觉得应该 因为你嫌总比不嫌 当然 可能西梅就写坏了 说真的 如果出什么事 西梅也是会写坏了 所以还是谨慎好些 始终是大家的生命安全重要 原来为了迎接奥林帕克连 法国当然 他的巴黎作为首都跨连 亦是空前盛大 不过他们都承认 当地媒体说 因为尾巴冲突 令到全欧洲最多穆斯林国家 其实面临风险很大 所以有九万的警力 全国是处于严格控制之下 说真的 如果中国是新的 还不是什么 迫白牧斯林 监视他们 监控他们 没有人生自由 其实我觉得完全是正常 为了当地 如果你用香港作为例子 就是警察地方 警察特区 Police State 亦是首次用无人机 去防止极端人们出来 这是好事 其实社交媒体当中 现在他拘捕了人家 不断有或支援巴勒斯坦民众的人 号召出来是示威 后来当然是和平 单纯宽乐的跨连 立即变成外国政治污染 但你要想一想 你之前怎样糾撑他呢 其实民众 当然不希望有什么事发生 说真的 现在他们过了 平静度过 乡制射大道是禁止抗议和示威活动 如果他犯法的话 你拘捕他 就是这么简单 不用说什么 犯法就拘捕他 我们是支持 哪里都好 只要你是合理的 警方严正执法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当然 九万人是否多呢 实际上也是多的 其中 五千人是反极端部队的成员 另外六千人 在巴黎维持秩序 警方也首次用无人机维持治安 内政部长马达宁 他也说 由于最近国际发生各类冲突 所以极端有出来的机会可能大了 他也呼吁各地警察在节日期间 保持高度警惕才行 目前其实发觉 依然是处于紧急的攻击状态之下 这是高级别 这是安全的高级别 因为自从尾巴衝突之后 你知道他们是更加严格 有些示威 其实多数的撑法示威是不给他们出来的 有些人当然不理 原来跨年夜他们也挺厉害的 澳洲说来 我们这么小的国家 我只知道人口 国家我们当然是大 全球排第六大国土 大过法国很多 但是他们首都 我们一百万人 只有两千多万人 但是他们有150万人在巴黎狂欢 是去年的两倍 也是刚刚赶上奥运年 这是很正常的 大家也是要小心的 大家也是要小心的 去年的跨年夜 其实也有五百人被拘捕了 去年壮观 今年就没事了 去年五百人被拘捕 也有些人受到检控 这个也很正常 错 就是拘捕了 不要说 有没有人说不应该 拘捕抗争 因为现在你们又不是这么说 又是双重标准 当然 索尔茨也是害怕的 因为你知道 现在西方国家 他这样狗撑 比利时应该都害怕 比利时出过很多事 比利时出过很多事 不单止他们 其实美国也害怕 其实每年 纽约的时代广场 你们知道 如果是跨年 我们澳洲雪梨 还有新西兰 因为我们比较早 也经常是进入镜 世界跨年那些 纽约时代广场 更不用说 你们的烟花也很盛大 对 很盛大 只要这么说 我觉得 有时候这些事情 当然是大家不愿意发生 但是政府也要想一想 自己是否应该做好一点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